你妈这又喜欢上足球了 哎呀我妈这人哪 就是热心肠喜欢热闹 今天这场球要是输了 全都盖我倒霉了 中国队你说说这这这 怎么 输了 看你那慌慌张张忙不操操的样子 无头能替我 我从来不及了 我从来不及了 你不踢球你也好到哪去 我也不看球 你不看球 这中国队车能好得了 你老别乱气了 我以后看就是了 你看还好点 看得更麻烦了 那球又不是我踢的 要是我踢的 我早把你灭了 人家已经尽力了 你得体谈人家啊 我 不告你啊 不不不 我找你一块钱 找你一块钱 不是这意思 孩子你别生气 刚才大妈态度不好 我是把你当成我自己儿女 对不起 都当儿女了 忍着点吧 需要人家有爱国之心呢 对吧 这球踢成这个样子 这生气透了 哎呀 您甭着急 着什么急啊 杀人呢 哎呀 妈来晚了啊 对不起孩子 哟 您还敢来了 我以为 您光要足球 不要您的女儿了呢 大能啊 以后妈呀 光要闺女 不要足球 听见没有 我告诉你 你这也太让人伤心了 怎么了 这握足球队 要是赶到这场学习场来 我不让他上去 信不信 行了行了 妈 您哪 别生气了 其实啊 他们也很努力 谁不想赢啊 真不能圆他们 当不争气的东西 好 孩子 到那以后你缓缓干的 好 给妈争口气 好 那也没啥指望了 我就指望你挣点气 行 出点成绩 我一定努力 到那以后 给家里赶紧来电话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两个人啊 又要注意身体哦 那行 我走了啊 回去 行 回去吧啊 好好飞啊 妈 好好的 别欺负我爸 爸 好好照顾忙啊 放心 走了啊 再见 回去吧 这是我的座位 让开 我的座位在这儿 你坐这儿好吗 不好 你一定是一个美国人 你怎么知道 美国的男人 分为两类 哪两类 一类呢 是有教养的 一类是没有教养的 有教养的男人 他对女人啊 是十分尊重的 你觉得你是哪一类 谢谢 山姆大叔 我的名字叫 Ryan Johnson 魏总 非常不满意我的做法是吗 我早撩到会这样 莲莲 你的确是原干奖 可是让公司损失大笔利润的事 无论如何 也该跟魏总先打个招呼啊 我考虑过 但如果跟他打招呼 他是不会同意的 那你这不是明着跟魏总叫板吗 少得些利益去赢得了客户 我算过了 只要客户的后续设备 还有我们才够 出不了一年 损失就不回来了 可是魏总的算法跟你肯定不一样啊 我想啊 我能说服他吗 你又不是齐然 今天齐然就不回来了 在见魏总之前呢 我们让他先帮忙出个主意好不好 齐然 那个鬼精灵 可在业务上 你也别小看我呢 宝贝 你就听我一次好不好 他马上就回来 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 你那种目中无人 高高在上的样子 原来是培养你自己 谈判时的那种气势 我承认 我是在培养气势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叫 夫战勇气也 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十节 对不对 梁江森 嗯 我觉得中国的兵法应该根植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 如果你太过办了怒服的话 小心按紧石头 砸你自己的劲儿 我们这次跟梁江森的谈判 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谈判 因为他是中国通 余总经理的话很有根据 我们已经掌握了 江森先生在中国所进行的三项代理谈判经过 应该说他得了三个满分 你们海外业务部经常跟欧美一些客户打交道 但像江森这种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 你们恐怕没见过 周经理说得对 对对付江森我恐怕是不行了 剑副总 你可是在澳大利亚总部待过几年 这回可想露上几手啊 我的这点微墨私利到时候也会捉襟见肘 倒是这个莱昂江森 我请大家注意了 他的代表小组提前到了好几天 自己迟迟到今天才露面 正所谓来者不善啊 所以啊 我们原权公司的公共关系部缺一能人 所以公共关系方面还要靠大家多分担一些 余总说得对 这始终啊是个空缺 应该马上堵上 好了 咱不谈这些了 咱们还是研究一下 怎么样对付这个难缠的江森先生 咱们还是想办法 招债主队本该由公关部来办 可现在的公关部只有一个业务 所以只要请卫大姐 你这个办公室副主任来代劳了 放心吧 卫大姐搞公关啊 简直就是消防车管救护 再做成功 对对对 郡总你就放心吧 别说是个美国商人 就是美国总统来了 也让他挑不出半点毛病来 总之呢 杯子里满是诚意 盘子里都是盛情 热烈而不作作 隆重又不成功 是点眼 靳总真是试试乱 要是在酒坡上不是意识华 会是一个很好的插曲 对 林医生 你们技术开发部 一向按部就班 你就抽抽时间 帮忙给大家 没问题 帮忙我啊 好 来 分手准备吧 时间差不多了 老林 咱们去机场 还是早啊 飞机啊不会提前着落 要是提前了 那就是事故 为什么让我拿着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是一个有教养的美国男人啊 这上什么事了 我替你拿着东西我的气势 你被你搞没了 可是我觉得 你现在这个样子 可没办了 我需要的就是气势 陆倩 你可来了 谢天谢地 你可回来了 出事了 真的 不大事了 江灿 谢谢你啊 让我们握个手告个别吧 有教养的美国男人 你很高兴的 我也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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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行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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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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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欢迎的节目 对 是 是 我稍微累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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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大事的 好 我会把他送给他 我对你来说 我希望你把这事开始了 在两个钟 可以吗 江灿先生 是不是可以先休息一下 听说 如果我累了 这问题是一件事 我认识你们都准备了 所以 我们可以把这事开始了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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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